我就出去吃个饭 你骂我一早上了 嗯 有谁像你这样喝酒喝到半夜回来的 哈哈哈哈 别说了 这事呢 一会儿能过 不能过就拉倒 妈 那我爸不也是偶尔一次吗 那你又想让他有本事 又不让他出去社交 他能有本事吗 光天 嗯 杀 妈 妈 阿媳妇怎么回事啊 就昨天晚上他就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 我今天早上说了他几句 他又不跟我过了 早上不跟你过的 你还要不跟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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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还要不跟他过 妈 你再接着一会儿 哈哈哈哈 你跑了啊 你干吗 哦 阿奶 哎 干嘛点 我看 这是怎么一会儿去啊 阿奶 啊 哈哈哈哈 刚才妈 有路口回去对我家 我给你做做 奶奶给你做做 奶奶 啊 就昨天晚上他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 我今天早上就说了他几句 他又不跟我过了呢 你别笑 这你别笑 姊妹在好 吃亏都好 朋友在好 借钱都老 钱在好 北昏之宝 亏安亏气 到老无业 我知道了 你啊 啊 短短一生看之前 谁也努力说抱歉 饭做好了没 做好了 吃饭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杀 不是这都什么呀 凉拌菠菜 酸辣大白菜 芹菜炒咸肉 这个呢 头刀大公鸡呀 你让我吃鸡毛啊 哈哈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我什么意思 你自己身里没点数吗 你从年前到现在 就给我一千块钱生活费 这都一个月了 哦 你没有买菜钱 你跟我说呀 我跟你说啊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样跟你屁股要钱 你不先丢人 我还先丢人呢 这个 这不是过年吗 家里人多 我给忙忘了 那我现在就给你哈 来 哦 这100块钱也给你 最近呢 你辛苦了哈 过年吗 来 这100块钱给你当零用 好吧 100块钱 我买时间菜 我就扣出来了 还 啊 你又可口买菜钱了 是吧 你别笑 我 我就是 不是可口 我是为了家里省钱嘛 那省的钱呢 省的钱 有人 在这呢 拿来 这你别笑 我妈 哈哈 就省这么点啊 我说这个这是零头 那整钱闺女说替我收着 说怕你发现 啊 哎呦我的天 你们爷俩可真行 啊 今天晚上闺女放学以后 咱们开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嘿 闺女 啊 啊 放一个房子 哈哈哈哈 咱们要换新房子了 嗯 这个房子还租多久啊 就要搬家 这回不是租 这回是 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真的吗 真的 我带你走看 走 快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 爸带我们去开新房子了 真的吗 那还得有假 嘿嘿嘿 走 啊 这个是人家新房子吗 不是这个啊 这个是别人弄在这里 严实住一下的 我们家 这是我们家老房子 现在拆迁了 我们家是在 安徽 宿州市 四县 现在呢 我们这边属于 蓬户区改造 就是新冬村建设 知道吧 这边是我们以前我家 我我以前住的老房子 看到没有 那个小区 现在的 新房子 就排在那里 哈哈 一会带大家去看看哈 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新房子 还没有装修呢 刚想装修 然后 我们在这里拍个照 留个念吧 好不好 走 哎呦 什么 好好好 啊 这么货 不是货 这是新房子 还没有装修 所以你带着就货 知道吧 但 这个就是我们的新房子 然后我们再给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做事的哦 大概在 海平左右吧 前面这里是阳台 看到没 然后呢 后面这里这里是厨房 你爸的站好就在这 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也没有装修经验 所以说呢 就想问一下 就是 评论区的啊 大家有没有装修经验的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阳台 什么东西少踩坑的 什么东西就是需要注意的 大家可以给我们提下意见 谢谢大家啊 然后呢 这边是厨房 还有厨房也是一样 这边呢 是我自己砸的 这边有墙 然后 大家可以给我们提点意见 就是 什么要装呢 不需要装 想让我们踩点床 好 再次感谢大家 带你们看看卧室 这中间呢 有点小 人可以看 人呗中间有点小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 资货 这边是一个 小的资货 你们俩到时候住哪个房间 我住哪个 啊 别让我过来 你们俩哪个 剪刀石头库 谁游戳谁住那屋 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这边是个 厨房 厨房里面呢 这边有个卧室间 这都是我自己砸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所以说呢 我问一下大家 哈哈哈 我们这里有自己的房子了 然后 耶 我问天涯 也我问微协 这边何物人了解 你看我老婆做饭 有多讲究 回来了 啊 不是你怎么又买微卷了 不用啊 你买什么微卷有什么用啊 不是我哪个微卷没有用啊 真的 不是你说我哪个没有用啊 我这个是留杀鸡 杀鱼用的 然后这个是洗碗用的 这个是留扎东西用的 这个是炒菜用的 这是洗衣服用的 然后 你说我哪个没有用啊 天天就没事找视频的 哈哈哈哈 哈哈 谁家好老爷们这么多围裙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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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都过去这么久的事情了 也能拿着来说吗 现在说还有什么意思呢 行了 你生小点 你喊什么喊呀 我就喊 闺女啊 你闺女啊 怎么了 哼 我刚才跟你妈在聊天 然后就聊到以前的事情 你妈就跟我说 说我15年前娶她的时候 就给她一万块钱塞你 你再说了 那个时候还有人回礼呢 人家都回礼 你还没跟我回礼 你怎么不说你还 哈哈哈哈 那多长时间的事 你俩还能吵起来 谁跟他吵了 那15年前不就那行进吗 那也不能怪我爸呀 就是 再说了 那家里什么不都被你管吗 那我爸那些工资 不都在你那儿保管吗 那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就是的呀 你换了别人 现在谁能让你当家 谁能让你做主啊 啊 谁能把钱都给你保管啊 行了爸 别说了 走吧 哈哈哈哈 还有 那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关键是 要了吗 哈哈哈哈 什么呀妈 什么要买什么 什么一分价钱一分货 咱家要买个猪 要买个在家里边养猪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吗 买什么猪 公共母猪 不是这个 这个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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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